这个女孩为了变美 来到医院做起了全脸的整容 只见医生一言不合 就拿出了一根十米长的针准备扎她 女孩从未见过这么长的针 当场就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但是想到自己会变美 她还是选择了咬牙坚持 随着针头一点一点穿到她的皮肤里 女孩疼得嗷嗷直叫 脑袋上的血管也爆出了轻筋 好在最后手术成功了 她再一次地成为了当地的爆款女明星 无数粉丝为她欢呼喝彩 经过几天没日没夜的演出 莉莉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长时间的拍戏让她身心疲惫 她在这时居然羡慕起了正常人的生活 而她也只能是想一想 有一天演出到家后 她正准备卸妆 突然发现黑斑再一次光临了自己的脸蛋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崩溃了 如果自己变得不那么好看 所有人都会离开自己 于是她决定必须整 只要自己整不死 就往死里整 第二天 她找到老板想要申请再进行一次整容手术 但是老板却说 之前整容花的钱 现在还没转回来 怎么又整 就在这时 一个18岁的青春美少女走了进来 老板赶紧介绍说 这是公司准备培养的新人